藝人徐若萱傳出了離癌的消息 今年初他做健康檢查時發現罹患假狀腺癌 讓他一度無法接受直說為什麼是自己 那麼今天徐若萱也首度發聲 透露手術之後的兩到三個月內無法進行演出 靠著努力復健才逐漸的康復 也向大家報平安說自己現在很好 在舞台上大笑歌喉展現女神超強魅力 絲毫看不出身體有異狀 49歲藝人徐若萱仁成鋼鐵V 去年12月離婚灰單後 重心擺在演藝事業卻傳出他罹患假狀陷癌 演出果片情跑宣傳 徐若萱體態似乎又再瘦了一圈 他今年初健檢查出得到假狀腺癌領奇 長在喉嚨內有家族遺傳基因 讓他一度無法接受直呼為什麼是我 立刻到台大洞手術治療 2月回到新加坡癢病 消息一出震驚各界 他離愛後也在IG首度發生 碰出在新竹頂著風大餐笑的美照 徐若萱抱平安說自己現在很好 為母則強哪有那麼容易被打敗 透露手術後的兩到三個月內 無法進行演出 靠著努力復健才逐漸康復 之後順利完成澳門東京高雄的演出 就要看他的節節 假狀腺癌症的病灶的位置 假如他是在很靠近中間 而且他只有做局部切除 那原則上是不太影響到他的發生 或者是演藝生涯 提早發現到趕快治療 然後對他的所謂10年20年到30年的 存活率都非常高 所以他相對起來是一個良性的癌症 徐若萱罕假裝腺癌 幸好朔後狀況良好不影響發生 修養之後形成照牌 再度展現鋼鐵V 堅強抑制 建章群熊敏黃聖泉 泰報道